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这些炸弹并没有造成实际上的任何的伤亡 通常都被政报警察 全副武装引爆掉 但是这个白笔炸弹客这个名字就在新闻媒体上出现 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 每隔一段时间又出现一次 造成当时整个台湾社会所谓的人心惶惶 所以我当时对这个师父造效者 我想说 诶 这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朋友做的事情了 对啊 会不会是我认识的朋友做下了这件事情呢 怎么会感觉有一点点意思呢 因为他诉求两点 不要进口道理 这次要照顾人民 就每一次他放了所谓的炸弹的时候 就诉求这两点 所以我心里一直怀着这个疑惑 我一直想要揭开这个谜理 是不是我的朋友做的 那直到那一天早上 那时候刚好是立法委员林书芬 现任的立法委员林书芬 当时还不是立法委员 他要出来竞选 那我刚好是帮他助选的时候 那天早上我记得冬天 我走出住的地方去早餐店买早餐 排头看到新闻 还有看到报纸 发现说哇这个白米炸弹客 落网了 而且有一个真实的名字 叫做杨汝门 他还是个鸡饭 台阁啊 北阁啊 我想说这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然后开始就是整个新闻 不停的炒作杨汝门 说他是一个冷血杀手 说他是一个正义青年 说他是一个农民英雄 说他是冷酷无情 然后我就去看守所 看了杨汝门 然后我们开始通信 接下来就一头栽入这个江湖在哪里的写作 其实只是为了一个粗粗的疑惑 开始写作的时候 之后好像就是进入了一条历史之河 这条历史之河 我不是一个人摸索 绝对是透过非常非常多的前辈和喜多 我透过阅读他们的文章 透过他们给我的指示 沿路在走这条历史之河的摸索 当然包括今天我们陈宇航先生 还有赵卫泉先生 那尤其是我书中所引述到的莫娜兰先生的诗 还有迈克·惠玲姐 我觉得是所有的前辈在这条历史之河沿途做下的记号 我这本江湖在哪里充其量 不过就是所有书籍 所有事件的一个独厚心的大规则 所以今天这本书 还可以给更多人在依循这本书 再继续去探索 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因为我也是靠着前辈们给我的东西探索出来了 所以说台湾那是一本书 一本书呢 真的是乱乱生 一本书一直乱 一本书有发现 一本书是怎样越乱乱越处迷呢 一本书 真的 让我想到一世人乱乱了 那刚刚大家也有讲到说 在这个百米事件之后呢 这些原来台湾的这一本书 继续又写了好多的篇章 好多的值得大家书写的事情 包括大普事件啊 前政治的土地征收条例啊 所以我非常的希望大家继续去阅读 继续去探索 如果是一篇的文章 在座各位的年轻朋友 都可以写出一本又一本更多的好书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充实台湾这本 我们最心爱的书 谢谢